好,開始今天的 Information Session 和 Demo Lecture 我是 Karl 我負責頭15分鐘的部分 最主要講一下 CFA 的 Program 和 做一個 Demo Lecture Demo Lecture 很短的 我先介紹自己,我是 Karl 在 Captain 教 CFA 也教了 N 年 十幾年 我是香港少數老師,教了三個 Level 由 Level 1 教到 Level 3 我今個星期很開心,因為今個星期日 就教了上半年的 Level 2 、 Level 3 本來應該是五月,大家知道 今年本來應該是五月教完 接著就六月頭考試 但因為疫情緣故就去到十月了 但這個變成我 Level 2 、 Level 3 熬了很久很久 但今個星期應該是教完的 所以下半年就 focus on Level 1 我跟其他老師有點不一樣 我本身除了是 CFA 的教育老師之外 其實我也是一個 Market Practitioner 我在 2010 年到 2018 年 就做 Hedge Fund 就做 Hedge Fund 但我想問我在當中,有沒有做 Buy Sight 的? 有沒有做 Buy Sight 的? 你是做 Long Fund 還是 Hedge Fund 嗎? 你是 Hedge Fund 嗎? Hedge Fund 有行家在那裡 我想問大家,我在當中誰做 Sell Sight 的? Sell Sight 、Sell Sight 、Sight 、Sight 其他中間也不是 Long Fund 又不是 Buy Sight 、又不是 Sell 又不是 Buy Sight 、你們做些什麼 真是奇怪 無論如何 不要緊,我想說一點 我自己去到 2018 年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 Hedge Fund 做 CFO 然後這幾年我做 Path of Equity 做 PE 這樣 我今天都去幫我看一個項目 今早去科學院 搞了幾個小時 幫我一個項目去 Raise 錢 去 Science Park 下午做些什麼呢? 就是 For Firmation 今天你去 YouTube 的話 去 YouTube 剛剛錄了兩段 Fat 是我跟朋友一起做 Hedge Fund 一起做 在香港 Tech 股 大家也聽過他的名字 Tag 王華 你知道的 王華 我剛剛跟他說錄了兩個節目 一個是說 QE 一個是 Carl Bass 那 Carl Bass 如果大家看新聞的話 就說是 Short 港元那個 因為我看不過眼 我要為港元平反 所以為香港人平反 我就錄了一個月以來罵他 就是簡單的 我罵他是沒有了道的 我不明白那些人 為什麼會經常說他 但無論如何 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 For Education 而已 都是想教一下 public 怎麼做投資 那特別我 所以其他一點 我很強調的時候 就是 在我的課程裡面 我除了會講 CFA 的課程 就是 Make sure that it passed the exam 那我也講一下 怎樣去做投資 還有怎樣去 一些 Market 的情況 那我是 在這個學業裡 Buy-Sale-Sale-Sale 都做過了 所以大概知道 然後我還有一份 很副業 很副的業 在某間中資證券行 做 Quantitative Trading 所以基本上 很多飯廠都在做 所以都希望透過教書 都教一些 不只是 CFA 的東西 都想大家 Undersell market 運作 希望幫助大家的 career 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讀我的 CFA 當然你投資 在Happen 多謝大家 其實我也投資 在你身上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我希望大家 各個發財 各個做基金經理 各個做 Head of Research 各個做i Banker 一旦你們好就是我好 你贏就是我贏 我贏 我會問你取得好處 所以我認真 想取得好處理成功 在香港也好 在新加坡也好 希望你們成功 你成功的話 我會問你取得好處理 例如有些 conference 你帶我去 有些公司的 call 可以讓我加入 大家知道這些遊戲 很多時候要介紹 好 好 那我就寫 我發財 我發財 寫 好 可以 繼續 好 這個是我的背景 自己看就可以了 不如跳堆講 這裏講到 我想大家在當中 大家知道CFA 在金融裏面 是一個很普遍的銜頭 在金融裏面 我解釋一下 到底CFA是甚麼回事 我想大家解釋一下 先給大家一些 expectation 我問他很現實的問題 大家覺得金融 是不是一個專業來的 大家想想一下 我再問一次 你的金融是不是專業來的 是一個 profession來的 答案就是不是的 答案不是 我告訴你 簡單來說 在金融裏面 我不敢說現在 經常都變了很多 但在我年代的時候 基本上 銀行聘聘聘聘人 或者是聖人 我多次 你聘聘 他就會聘聘你 其實就不在乎你讀甚麼 所以我想我聽過一些例子 有些做金融的 可能是讀音樂 讀文學 讀歷史 他覺得你聘聘 他就訓練你 他覺得你聘聘 他就給你機會 這樣 其實就概來講 其實真的不在乎你讀甚麼 他基本上是一個 因為其實金融裏面很廣 他覺得給你一個位置 給你自己學 所以譬如舉例子 以前Morgan Stanley 那些訓練 program 是講幾個月時間的 就是當你 都不知道 他訓練你幾個月出來 當然現在的情況 銀行 沒有那麼多錢 這是事實來的 沒有那麼多錢 但我想說 就是 在同一時間裏面 的確很多入金融行業的人 他未必是真的讀金融的 很多是讀econ 有些是讀數 讀stat 也有 我都認識 大家聽過這些故事 這樣 變成就是 他想大家 有一套common knowledge 有一套common knowledge 就是這個 大家應該會認識的東西 其實是CFA的概念 就是這個 一套common knowledge 而且是一個universal 是一個普世性的 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接觸的 很多香港的投資者 包括了 特別是香港的從業員 其實在這個世界很插窄的 懂得炒來炒 因為股票是匯豐的 現在好小小的 就是美圖 給大家炒一下 或者美團 給大家炒一下 但是懂得中資股 銀行股 因為地產股已經很厲害 但對不起 這個世界 其實香港市場 其實相對越來越小 因為 大家已經不知道 Nesdaq 上了一萬點 Nesdaq 上了一萬點 Nesdaq 上了一萬點 是不是一萬點 是啦 九月一萬點 其實最大的市場是美國 全世界是財政市場 很多人對美國的市場 完全不知道 我也很驚訝 我很驚訝 我心想 你出來走江湖 不懂美股 怎麼出來賺錢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場 你不懂 就是懂得炒匯豐 Wichards是不能炒的股票 大家知道 匯豐是不能炒的 匯豐只是一個方向 不說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在行業發展的時候 是需要一個世界觀 一個全面知識 我想CFA就是這個價值 給你一個比較合適的知識 所以很多人 以為CFA講股票 其實CFA不是講那麼多股票 講很多債券 講很多另類投資 講很多衍生工具 在金融市場裡面 那你問我 實際上 我在金融圈子裡面 做了這麼久 也算實真是這個世界 如果你只懂一件事 譬如股票 那些很傳統的香港 你問我真的 什麼炒股的話 其實你很難做得大的 很難做得大的 因為其實你講之 職業行那裏 找個小賭客做一下 基本上很難有大的發展 那樣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的 無論是中資行 或者是美資行 或者是歐資行 去看重CFA 因為是一個 Global Knowledge Global 和一個Comprehensive 先說明 CFA其實對我來說 是入門的 Honestly是入門的 他只是說 你什麼都懂些 什麼都懂些 到頭來都是 做事才能學到東西 大家都知道 你坐在那裏 跟Trader聊天 跟PM聊天的時候 才能學到東西 但問題是 你讀完CFA的話 談都沒得談 是沒得談的 因為大家的語言不一樣 CFA其實你問我 是學到Language 是一套語言的 因為金融是一套語言的 譬如你看回我的影片 在YouTube看看 我們講Price to Sales Ratio Apple 我們講Price to Sales Ratio 我們講QE 我們講Interest Rate 其實我們是我們的語言 這套Language 其實你問我CFA的精義 就學到Language 如何在金融圈子裏面 一套Language 令人覺得你認識的 你未必那些是認識的 但只不過先辦到 我想出來做事 最重要是辦到 辦到Number One 認不認就是Number Two 都是 講一講過 剛才也問過大家 Buy Side Sell Side 其實恭喜大家 很難說這句話 恭喜大家 我們身處香港 恭喜你先 香港就是 香港是一個金融市場 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實不相瞞 國際金融中心 我需要Question Mark 金融中心一定是 國際我需要Question Mark 香港離開倫敦和紐約的水平相差太遠了 實不相瞞 只是自己騙自己 國際金融中心 對我來說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只有兩個 就是倫敦和紐約 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但你問我是否國際 我好Question Mark 但我否認 香港金融佔的GTB很大 大家都同意這件事 裡面有很多很多工種 很多工種 我只能講一講裡面的工種 給大家一個 overview 剛才問同學 到底做哪一行 做Hedge Fund 這個代表全部購買 香港的資產管理市場 其實香港的資產管理市場 是全亞洲最大的 是比新加坡大 N倍的 不要跟新加坡香港相比 我們香港看不起新加坡的 老實說 新加坡是最厲害的 新加坡是最厲害的 沒有其他東西厲害的 我講真的 新加坡最大的股票是哪一隻 有沒有人知道 猜到就猜到 新加坡最大的股票 不是 是股票來的 上市公司 是DBS DBS DBS在香港 我猜恆生之數裡面 30甲都未必能入到 但這就是新加坡最大的股票 香港金融市場 大於新加坡是N倍的 不要拿新加坡和新加坡的股票 你拿倫敦 我覺得是比較刺響一點 對不起 我是很愛香港的 但是 剛才說資產管理 是香港很大的一塊 譬如我 我跟他做Hedge Fund Long Fund 也有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為什麼選擇香港 簡單 都是中國市場 尤其是現在一個 深廣東互廣東 Stock Bond Connect 這樣說 其實是多了投資機會 以前香港就炒港股 老實說 港股沒有東西要炒 港股現在沒有人炒 現在炒A股也是 香港就是一個基地炒A股 資訊相對比較發達 相對比較發達 Bloomberg 還沒被封殺之前 都能夠發達到 不知道多久 Bloomberg 都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種 當中包括了 有分析員 有基金經理 有traders backoffice operation compliance 其實都是大堆的工種 很多其實 就算你不是直接參與投資 但是金融的知識 你不可以沒有 所以很多 譬如 compliance 就算讀 lawyers 都考過 CFA 回來 因為他知道那個 language 香港另一個很大的一個叫做 sell side sell side 就是投行 或者一些 投行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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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麽多年都三甲 今年 本來就 頭幾個月就停下來 現在都開始 pick up 剛剛的 京東回歸香港 接著就是你的網譯 實不雖然忘記做些什麼 我都不知道 京東我做些什麼 我就知道 但是香港的而且很大的優勢 因為香港的集資是全球的 Top 3 紐約 然後上海 差不多香港 香港的 如果這方面是勇於倫敦很多 其實是 所以都缺了很多工種 分析員 i-banking corpi 幫公司融資 香港強是股票很缺的 債券就差一點點 實不相瞞 通常公司發債都發大陸發的 不是香港發的 香港的錢不夠深的 所以香港有強 也有弱的地方 Economist 如果你做投行的話 當然有些是經濟學家 做一些經濟分析 Equity Sales 投行會有些研究報告 Generate Ideas Equity Sales 就負責銷的 Ideas 給那些購買 那樣 於是購買和購買的 互相配合 那我不如說完 說完 另外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工種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因為 很多公司在香港要上市 所以很多大陸公司 都會在香港維持辦公室 未必有很多人 舉個例子 你中移動 它主要的行動 都是在香港的 在大陸 但香港怎麼都會有辦公室 建一些銀行 其實當中也有很多公種出來 其中一個最大的公種就是 I-R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I-R 很多人不知道 我想問有沒有人知道 I-R做了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I-R做了什麼 是不知道的 I-R就是公司的PR 所以其實就是安排那些投資人 我們內地的投資人 去見公司高管 很簡單 今天你拿了一百股中移動 你想見中移動的高管 是不會見到的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都會訂回來出街 不要浪費時間 但當你拿了一百萬股中移動 那你要見高管 他會見你的 你拿了一百萬股中移動 基金是會拿一百萬股中移動的 那見的時候 你要安排 有個人做安排 他會不是 I-R 角色 我其實很多學生都是 I-R 都是 他要求一樣 就是一件 就是帥哥 只有一件事 就是帥哥 帥哥 undere 可以做到的 I-R 的特色就是這樣的 是不需要懂得很多東西的 因為基本上你做 PR 來的 所以你安排一些合約 因為是 中堰檔 那麼大的各大公司 其他投資者四處都有 新加坡有 日本有 你就四處飛 然後日本的 Conference 飛到你了 解釋一些公司 有什麼新的 5G 的大計, 6G 的大計, 諸如此類的東西,所以是一個挺優差的, 很優差來的,我認識的那些 IR 很多都是嫁給老闆仔的, 所以是絕世好工來的那些都是, 還有三個是有贊助的,有贊助的,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那這裡我就這麼花時間講,先給一些很 common 的工, 譬如星展,City,這裏是講的 OCBC, 他都說這份工裏面需要有個 CFA 的知識, CFA 的 Charter 這樣。 好,這裏我就不需要自己講了, 不需要講了,自己看吧,就是 CFA 的 Profile 而已, 自己看回,我想大家都適合到 Profile 的,都是年青, 想在這個行業裏面進心,想去知多點東西,認識多點。 其中一個點,我很想大家留意一件事, 就是,我不希望發生,但也想給大家知道, 雖然我們今天在香港讀 CFA, 今天是香港考 CFA, 但是 CFA 的考試是全球性的, 你考試,其實現在是電腦,不再玩這件事了, 但以前是說,全世界那天都考同一份卷, 即是無論是 Level 1, 2, 3 都是同一份卷, 所以是一個 Universal 的考試, 那意思呢?就是說, 因為 CFA 近幾年的趨向, 都令到它的 knowledge 是全球性, 即是它不會只講香港, 不是只講美國, 它會嘗試做跨國性的知識,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其他國家發展, 那些原因,都是有幫助的, 譬如我自己本身, 其實我是加拿大讀 CFA 的, 後來回來香港做事, 其實那些 knowledge 是 universal 的, 即是你的 earning per share 呢? 就讀到這樣計算的了, 一會計是標準來的, 你的 P 是全世界這樣計算的, 沒有其他計法的都是, 你 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一說這件事, 就大家都認識的, 全世界你去美國、英國, 你去到以色列,去到中國、大陸, 大家都知道你講什麼的 language, 那反正你炒學股的話, 就很多香港人做的事, 你離開了香港就不能炒的, 因為很多國家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好, 那我不詳細再講CFA, 先說了很多, 這要講到1962年開始, CFA 的 institute, 那就是一個叫做 gold standard, 那 gold standard 我也講過, 其實概念就是, 因為過去來講的確, 入金融業有很多不同的 background, 那他 try to set a global standard, 就說這個 standard, 就算是讀音樂也好, 你讀目數也好, 讀石也好, 那你達到這個 standard 的話, 那你應該對金融圈子就了解, 以及能夠做到應該做的事。 那基本上, 需要大學畢業, 需要大學畢業, 那第四年都可以考得的, 很簡單, 你第四年考level 1的話, 那應該去到, 考level 3 的時候, 應該都考了, 應該畢業了, 應該是, 那另外一個要求呢, 除了大學畢業之外呢, 就是所謂四年的工作經驗, 四年的工作經驗, 四年的工作經驗, 很同學問我, 到底四年的工作經驗怎麼 define 呢? 那他基本上是, 用個字叫investment related, investment related, 那其實是很廣義的, 那不一定有做什麼 analyst, PM才是investment related, 那甚至你銀行裏做RM, 幫客人買MPF, 那其實都是這個 category, 都是investment related, 那甚至你買保險, 那保險裏面都有一些investment link funds, 那你做過就能夠 justify 到, 那其實這裏就很鬆的, 其實基本上, 你除非完全跟投資沒有關係, 那很難做到出來, 否則他其實都很容易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那老實講, CFA這裏呢, 都是tick格仔的, 你講到出來, 那他是不是就tick了, 他不會有空調查你, 幾十萬人那樣, 即是不會有空調查一件事, 好, 那先講一下, 這個慢慢先講, 三個level, 四年的工作經驗, 那加了兩個sponsor, 那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我會做其他一個sponsor, 一個需要兩個sponsor, 一個是CFA charge holder, 那我就會幫你做sponsor,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同事的, 因為你同事certified, 你是有investment related的, 那基本上呢, 我來說, 你叫我簽名, 我就簽了, 我是很簡單的, 你不要簽, 不要簽跟我說, 你做些什麼, I don't care, 那總之你叫我簽, 我就簽了, 沒有CFA訂, 記得, 好, 那講一下課程, 對我來說, CFA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其實有兩個unit, Level1和Level2是一個unit, 所以其實Level1和Level2, 你問我, 它的分數是很arbiturary, 就是Level1有的東西, Level2都有, 那只不過是Level2深的Level1, 就是大學裏面讀calculous, 有可能是intermediate, 有advance, 或者是beginning, 但都是calculous來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Level1和Level2, 那讀什麼呢, 就是讀一件事, 就是valuation, 就是CFA Level1和Level2, 讀valuation, 就是幫資產估值, 幫股票估值, 幫債券估值, 幫獻生股票估值, 幫房地產估值, 這就是讀的東西, 那Level1還沒讀完, 就是Level2繼續讀, 所以Level2和Level1是一個unit, 對我來說是, 就是怎樣斬法是很arbiturary的, 那Level3就是asset management, 就是我和你做的東西, asset management, 那裡面就會講, 怎樣去create portfolio, 怎樣去做, 譬如做KYC, understand那些investor的需要, 每個asset class的特色, 另外就是怎樣做asset location, risk management, 怎樣做hatching, 怎樣透過futures, 做hatching, 那這些我們, 就是Level3先管, 不要管它, 都是, 所以Level2和2對外來說很簡單, 一個字,valuation, 那這個是Level1的syllabus, Levelsyllabus, 不如我先講一些重點, 它分成兩部份, 有些叫basic的東西, 有些叫tools的東西, 有些叫valuation的東西, 有些叫valuation的東西, 那它說, 你要懂得valuation的話, 之前有些tools要懂得懂, 那第一件事就是計數, quantitative methods, 所以要懂計數, 那Level1的數目, 其實你問我, 其實主要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time value of money, 就是怎樣計算, discount cash model, 第二件事就是 basic statistics, 就是你可能中學讀過, 或是大學讀過, 譬如conference interval, probability theory, 譬如hypothesting, 那些, 如果你有少許的印象, 恭喜你, 就是那些東西, 因為Level1是不深的, 那些東西, 基本上是review, 你Level1, 大學讀過程式, 36, 2,1, 3,1, 那些東西而已, 接著就econ, 因為到頭來, 一個公司, 不會 operate在一個真空裡面, 一個經濟裡面, 那經濟好不好呢, 是影響公司的盈利, 那盈利就影響股價, 所以這個關係這樣, 那有些公司比較sensitive, 那些公司是沒有那麼sensitive的, 那這些我們, 所以, 其實不外乎是, 一般大學裡面的1.01 Micro 和1.02 Macro, 那些東西而已, 那些東西而已, 然後加上2.01的Global, Global Economic 商, 那接著呢, financial accounting, 那很簡單, 那你去投資公司之前, 你要做KYC, 就是know your company, 那你怎樣 know your company, 那最簡單, 最直接的方法, 或者必須的方法, 就是看公司的盤數, 看公司的financial statements, 那樣, 那我就很驚訝, 很多人買完股票都不知道 什麼是financial statements, 那我也很神奇, 那很多人都不看, 那其實financial statement 很interesting, I love it, 就是我很fascinated, 裡面有很多data, 數據, 那關於公司的時候, 其實是對大家, 對一個整個, 譬如有些公司怎樣賺錢, 其實我快要 statement 告訴你, 怎樣賺錢, 成本在哪裡, 公司有什麼資產, 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 那Level 1的佔比幾重? 其實今年出年減低了, 以前佔成20%, 那明年是減低了, 所以是15%, 的確以前的accounting 太大了, 我也是, 另外就是codify, codify 就是說公司怎樣集資, 公司集資之後怎樣花錢, 公司怎樣選擇做project, 做什麼project, 做什麼project, 不做什麼project, 另外就有一些 cropat governance那些 topic, 就是公司要怎樣為股東著想, 怎樣去建立一個好的管治架構, 這些都是裡面的, 那上面那些叫做tools, 那下面就是valuation, 那就是11% equity, 11%是fixed income, 那6%是duratives, 那就是duratives四大類, futures forward, options和swaps, alternative investment, 那就是另類投資, 那我和這位朋友做的hash fund就是AI, 那AI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範疇, 包括了perfect equity, 包括了commodities, 包括了real estate, 那real estate就全世界是香港天下無敵的了, 香港全世界是樓價最高地方, 所以香港是強項來的, Auto investment, 起碼是舊的強項來的, 就是你不懂perfect equity, 都要懂real estate, 這個是香港的black butter來的, 那最後就是, 怎樣把東西放在一起的portfolio theory, 那level 1講完之後, 去到level 3的, 好, 那呢那就先寫一下exemt format, 就… 就… 不如這樣不要講這裡了, 講這裡了, 其實這個是說今年2020年的, 那已經過去了2020年, 不對,你還可以, 不對, Sorry… 你們還可以考試 December 考試,所以要講這個 Just for information,未來一年 CFA 有很大的變化 就是 paper-based 轉 computer-based paper-based 如果大家聽過,聽過的朋友都見過 聽過了,都去到機場保安館,運到裡面,就考 就是整天的,因為早上三個小時,下午三個小時 中午兩小時 lunch break 這樣 這個就是舊的,而 existing 今年如果你考的,這個就是你的 format 早上考 120 題,下午 120 題 所以加上六個小時,分半個題,這個就是現在的 format 去到明年的話,就轉 computer-based computer-based 應該會跟香港一些比較大的 exam provider 可能大家聽過,考 TOEFL 這類的 就在電腦裡面,詳情未公佈的 詳情未公佈的,詳情未公佈的 因為疫情打亂了所有事情 你問我是否在2021年做到,都很大的 question mark given everything is postponed 但這個就是 CFA 本來的想法 就是一年 offer 4 次 level 1 考試因為要 cater 很多人用電腦 以前混在機場保安館,幾多人都基本上不大問題 大家知道電腦的,一般的 exam body 電腦有限的,所以要把考試縮短了 可以令到更多人考試 所以就會把考試縮短了 所以監獄,早上 135 分鐘,下午 135 分鐘 雖然不是下午,先有兩個 session 第一個 session 有 135 分鐘,第二個 session 有 135 分鐘 中間有 30 個 minute break take a break 基本上你會在我鼓勵一下,在網上自己關閉 到時進去考,就變得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現在就一起進去考,即是出來 將來考試會短了 所以考試的題目是少了 但據我所知,despite the fact 考試是短了,sibis 題目沒有改的 就是一樣是讀到偶的 讀到一樣是讀那麼多 他考試,但考題目是少了 也不是,sibis 題目是沒有細度 這是我的 understanding 如果你順利的話 今年十月考了level 1 pass 就會明年考level 2 後年考level 3 這是最快的方法 暫時未聽到level 2 和 level 3 轉電腦 暫時未聽到 所以應該跟回現在的情況 好,level 1 pass rate 大概是40%左右 40%左右 都是低的 原因 一會講一下 一會講一下原因 我想要講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讀過大學 我就想讀大學 你記不記得大學裡面 最後一年,就是year 4 似乎你哪個制度 year 4 有一個最後一個sam 你考過final 你記不記得final 就是從第一個考試到最後一個考試 搞多久的時間 比如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於是乎你今早考完試 忘記了那個 topic 然後就預備下一個考試 拿書看看 然後考完那個試 你明白我講什麼 這就是你們傳統的考試方法 imagine 將那個final combined 一天考完 一個早上考完 這個就是CFA 即將你整個final year 或者那個sam 將一天時間考完 所以你的東西 第一要讀很多很多很多 第二你要很熟 很熟 因為你沒有時間 好像剛才說的 我讀完科之後就忘記了 讀下科 是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他理論上 之後下午考同一樣東西 就是跟那個sequence 分兩次 變成對大家的記性很重要 考量很多 當然你問我 我認識一些內地尖字 就說可以一個星期考完 就讀了CFA 大家知道內地有很多奇人 有很多特異功能 我不敢說他錯 他告訴我一個星期讀 我讀完 我不會說他錯 但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基本上你就要花很多長時間讀 慢慢讀 因為你的記性簡單來說 是有限的 你的記憶是有限的 可以記憶有限 所以我建議學生 其實CAP and try to 不單止教你 其實是幫大家自身的program 即是如何去分析 由education vision 其實是一個流程 去預備的考試 以及我覺得 沒有可否認 譬如 這套 應該算了 這套是CFA那套 CFA那套 CFA那套 這套就是 所謂的 這個就是CFA那套教科書 這套教科書 理論上是考試非常這套 你見到很厚的 很厚的 我學生是看這套 以前的學生千萬不要買 不如現在迫著 在負責費內 賺了幾百美金買這套 基本上這套是看不明白的 是寫得很差的 我經常說 你看得明白這套 不用考CFA的 因為已經吃光了 你考完CFA 考完Level3 你回去看一看一看 你會是 因為講一些 其實寫得 它基本上不是一些 我覺得不是由 淺入深 而是由深入淺 有些東西很簡單 講到你不明白 這就是它創造的目的 我們有自己的資料 所以我想說 你的難處就是 很短的時間裏 要學這六本書的東西 而且要記到熟了 裏面有很多很多的環境 你要記住它 看一看 這就是難度 這裏有三千二百頁 好 那這裏我想留下 一會兒我同事講 我就不講了 那我就跳去講一個 Demo Lecture 我想講Demo Lecture 我想講一個 topic 我很喜歡講的 其實香港人很多人不懂這個 topic 我想講債券 很簡單 我先講過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是很傾斜的 傾斜在股票裏面 很多產品其實相對弱的 特別是債券 就是比較弱的一塊 來的 男一問題問題 不回答不了 也只是聊天 你覺得股票市場大些 還是債券市場大些 是的 債券市場大些 其實是大很多 但是香港 反過來 香港的債券基本上是幾乎不存在 幾乎不存在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問題 變成香港的 投資者的投資工具 其實是相對少的 除非你去到Private Bank Private Bank就沒有問題 又問多問題 等等 香港知不知道買債入場費多少 買一張債券入場費 不是買Bond Fund 不是買Bond Fund 但是香港買Bond Fund 入場費多少 蛤 不hat 不要緊 不在緊 入場費嗎 是 入場費嗎 你猜一下 猜一下 那香港買一張Bond 需要的入場費多少 先猜一下 隨便說 şek 5萬元 Kent不行 10萬美金 差不多 20萬美金 20萬美金,所以在香港債券,如果是直接買債券,不是買幫分,幫分幾千元也能買到, 直接買債券是Purvet Bank的遊戲,基本上香港是要PRI才能買到的, 就算今天在香港買一張美國US Treasury,都是要Purvet Bank才能買到的, 其實很奇怪,因為我還沒站在加拿來工作,基本上幾萬元也能買到的, 但香港是頗畸形的,把門價放到這麼高,20萬元,除非是政府那些,Ibond那些,就斬到稅, 但如果是買一些公司債的話,你會20萬才能買到,所以我想說,不是試試到很難的東西, 變成投資對這個工具一般是不了解,簡單來說,你可能買過很多錢, 你抽個IPO,我想問一下問題,抽IPO是多少錢呢? 抽IPO可以回答,不要說我不知道,香港抽IPO是多少錢呢? 三千元也是,香港抽IPO是三千元而已,三千元就慘,抽IPO, 但債券是幾十萬,二十萬美金的 amount,所以管價高很多, 所以一般人香港是不要選這個產品, 當我們看一張債券的時候,我們會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所謂issue,誰發債,簡單來說,誰問你借錢呢? 如果你是投資者,你買的時候, 先說一下,在一個很大的市場,所謂的企業債, Copper bond, 但香港,老實說,如果本地公司的話, Copper bond market 是很小的,香港即是說本地公司, 原因呢,香港很多的地產,香港本地公司最大的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商,大部分都沒有債的,沒有錢,大把錢,沒有債的, 然後看回恆隆,是net cash, 它是 cash 多於債的, 這些在美國和大陸,是聽都沒聽過這些公司的, 這些公司是不會存在的,這些公司大陸是不會存在的, net cash 的公司是,大陸只要大約一切, 所以內地,加強地產發展商都欠債累累, 大家聽過這些故事吧, 所以anyway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司哪個發債呢? 第二就是sovereign government,所謂主權債券, 內地就是中央政府, 美國就是聯邦政府, 英國就是英國政府, 這裡有兩個字, sovereign government versus non-sovereign government, 因為大家知道,很多地區的家都分幾層政府, 如果美國就是聯邦州政府,地方政府, 內地就是中央,省,市,縣, 一排下去這樣, 所以內地,基本上如果省要發債,都要問中央的, 但美國就不用的,州發債,城市發債, 基本上都是自己發債的, 但是呢,我請問你, 這幾層政府裏面,誰有銀子呢? 是的,是中央的,或者是聯邦的, 所以那些地方債是有風險的, 現在是有違約的, 那美國有些州就沒有違約過, 但是美國城市是違約過, 那最近的例子就是detroy, 現在還是在破產保護令裡面的, 那之前加州的城市都破產, 所以不要以為政府還是安全, 中央那個呢, 英國人知道安全, 其他的就未必了, 那Corsi government就是半官方的債券, 那當然香港也有的, 那譬如,據例子, 香港有一個什麼, 就是, 算了, 市區重建局, 香港有一個市區重建局, 那有些市建局, 那香港的一些政府機構都有發債的, 都有發債, 但是這些機構很多時候, 其實是成立的時候, 是獨立公司,獨立於政府的, 那這個概念就是, 因為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政府設立, 那大家知道呢, 政府也不會讓它出事的, 就是另外一個就是, 這些市政局這些, 很多時候會用這些公司名義發債, 但是這些都是官方機構來的, 那大家知道政府不讓它出事, 我想講另一個例子, 就是基管局的, 基管有發債, 那我想問你, 香港政府會不會讓基管局出事呢? 那不會的, 但是這就放在這裏, Corsi government都是, 就是Despite the fact, 它的公司, 但是你知道呢, 是政府不會讓它出事的, 那, 那Supra National, 我講的就是, 如果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就是一些所謂的跨國的一些金融機構, 那最出名的就是World Bank, 世界銀行, 那但是世界銀行呢, 對不起啦, 就是幫美國做事的, 所以是敵人來的, OK? 那我們內地呢, 就有, 一直都帶了那間阿頭行的, 阿頭行是自己有的, 世界銀行就是敵人來的, OK,分清楚了, 即是敵人來的, 所以就是阿頭行, 那這些都屬於Super National, 那他們發債的時候, 變成很多國家一起發, 那他們會有很多國家的雜誌, 那你買債券, 那當然第一件事, 另一件事要知道呢, 我們講的Features的話呢, 就是什麼時候到期, 那債券呢, 很多都有到期日, heaven said that, 很多都沒有到期日的, 沒有到期日就是perpetuals, 但是一般的債券, 是會有到期日的, 即什麼時候到期這樣, 那有債券是不到期的, 那些叫perpetuals, 不如這樣, 我不會再講時間關係吧, 那兩個字呢, 大家都說一遍, 那一個叫money market, 一個叫capital market, 那money market, 香港基本上是不多存在的市場, 一個很小的市場, 在美國內地呢, 就大到無比, 一個很大很大的美國在內地, 那money market呢, 就是短債, 那短成怎樣呢? 一年之內到期那些, 那通常呢, 公司是負責現金周轉那些發債的, 譬如公司有些, 即很簡單, 每一家公司, 基本上都是債蓋債而已, 我今天有債到期, 那我又發債去蓋它, 那很正常的事, 所以這個市場在大陸會有, 在美國有, 那香港為什麼沒有呢? 很簡單, 因為香港的銀行太powerful了, 銀行太多錢了, 那公司要做周轉的時候找銀行, 用不著發債呢? 那美國公司會直接發債, 發短債, 那這個就叫money market, 那些市場是短債, 那capital market是長債, 那如果大家可能聽到一個字, 我們行內經常說DCM, 這個字是什麼呢? 就是dead capital market, 就幫那些公司發長債, 那香港一般來說, 基本上都不會長過五年了, 通常都是香港一至五年左右, 那三年是最常見的, 那這些就是DCM做的事情, 就是幫公司發這類的債券, 那你要問一下, 其實可以這樣說, 譬如今天, 你購買一張匯豐的債券, 譬如假設匯豐一張五年的債券, 就是HSBC, 那當是, 譬如今天是, 今天是6月幾號? 17日嗎? 當是6月17日, 當是5年到期, 於是2020年, 今年是2020年, 那就是2025年, 當你買一百萬這張債券, 匯豐這張債券, 那你會有問題, 那我講的東西, 那跟那張定期有什麼分別呢? 那你都可以拿一百萬去匯豐, 擺一張定期, 那匯豐告訴你, 兩厘息三厘息這樣, 那這個就是Key來的, 這個就是Key來的, 你要明白一件事, 才知道債券的操作, 那債券是一個二手市場, Secretary Market, 定期是沒有二手市場的, 所以今天你擺一張定期的匯豐, 你基本上是沒有機制cash out的, 那當然啦, 你今天跟匯豐說, 我等錢花, 他給你拿走的, 不可以賺什麼頸血, 因為現在是你request之前走的, 那匯豐是不需要, 即是理論上是不需要幫你redeam那張定期的, 那你肯虧兩三百分比, 匯豐就讓你走, 那所謂的對他來說是, 那但是呢, 債券是有一個Secondary Market, 那有Secondary Market的話, 有一個價錢的, 那價錢是會升會跌, 會升會跌, 會升會跌, 那如果你看Bloomberg的話, 或者你看報紙, 那債券的價錢是有百元做單位的, 一百元, 那如果出一百元的話呢, 我們就叫做Parbon, 就是一個叫法來的, 那就是Parbon, 那就是一百元, 那如果貴過一百元的話呢, 那就叫做Premium Bond, 就是101元, 102元, 那反過來做到98元, 97元那些, 就叫Discount Bond, 那所以這個對於, 你了解債券很重要, 就是債券是有價錢的, 請問大家, 美國最長的債券是多少年呢? 是的, 那就是30年, 那很多人就跟我, 就是不認識債券的人, 就是不認識債券的人, 就跟我說, 30年那麼長, 那我問一下, 那股票有多長呢? 股票什麼時候到期呢? 我問你, 股票什麼時候到期呢? 大家回答問我問題, 股票什麼時候到期呢? 是的, 不到期,那你就買? 你明白我的點子嗎? 那為什麼你買到股票呢? 因為你沽了它嘛, 有二手市場嘛, 股票是不到期的嘛, 你也買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股票有二手市場嘛, 那債券有二手市場的時候, 就沒問題了, 30年,40年,40年,50年, 你只有它而已, in fact, 理論上, 股票是一張無限長的證券來的, 是一個perpetuity來的, 那你也有人買, 我都在買這裡, 我都在買, 所以其實重點不是有沒有, 到期什麼時候到期, that's not the key, 那個key就是有沒有二手市場, 那由於美國, 譬如說美國的corporate bond market, 這個bond market, 是很liqui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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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根本投資者就不在意, 買多長的, 所以他買10年, 又不介意, 20年不介意, 那他重點就是, 覺得賺來有錢而已, 這個就是要關心, 他不怕走不了的, 簡單來說, 股票無限長都買了, 那很多人就不明白這個概念, 就說沙來很長, 那我說股票, 那你又買, 那些人就回答不了他的問題, 那他不明白這些概念, 那這些就是CFA教這些東西, 那我講過了, 那另一件事你會收息的, 那收息叫coupon rate, 那就是一個債券的, 我們中文叫做票面利息, 那你收的利息, 那就是coupon rate, 乘回par value, 那所以你譬如買100萬的par value的債券, 那你跟著譬如你的利息當作五利息, 那一年利息就是五萬元, 那這個呢, 就是guaranteed by the issuer, guaranteed by the issuer, 那另外問一個問題, 那你問答到我, 那香港曾經出過一些叫i-born的東西, i-born的文章, i-born的文章是多久牌子認識的, 那半年一次, 半年呢, 這個叫semi-annual convention, 那是美金債券的convention來的, 那世界基本上是兩大陣營的, 就一年一次和半年一次, 那香港和大陸跟美國制的, 就半年一次, 所以i-born是半年一次, 那美國債券大部分都是半年一次, 那當然, 沒有說一定的, 那但是呢, 基本上都是default了的, 那另外一種呢, 是一年一次的, 那就是歐洲的format, 那所以你今天買歐元的債券, 買Yen的債券, 基本上就是annual的, 那是沒問題的, 只要分幾次派息給你的, 那它不會派多給你, 不會派少給你, 那只不過是什麼時候收到息, 那這就是要留意的地方, 那些要留意的地方, 好, 那我想說多一點就完結了, 我想說多一點, 我想說這張style, 不如說三十, 說一些interesting一點的東西, 說一些interesting一點的東西, 說這個, 說這個concept, 那, 很多bond呢, 如果你看Bloomberg上面的description, 都叫做euro bond的, euro bond, 那euro bond呢, 就不是in euro的, 一般就in美金的, 不是in euro的, 那euro bond的意思其實, 意思就是說, 很多時候, 譬如因為美金是一個全球的貨幣, global currency, 很多時候, 你袋裡面有些美金, 洗淨也好, 即是whatever, 就是global currency, 所以很多公司發債, 就會不是在美國發的, 在歐洲美國發, 但是發美金債的, 那這種bond叫做euro bond, 所以其實就跟美金, 跟euro沒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叫euro bond呢, 原因就是因為很早期這個barget 在倫敦出現了, 因為倫敦是金融中心, 也有很多美金, 那很多美國公司會跑到去倫敦發債, 發美金債, 那所以euro bond這個concept就是講一些, 今天你在一個地區買債, 但不是用當地的貨幣, 倫敦是用英鎊的, 但是今天是美金債, 這個market叫做euro bond, 就等於今天, 你在香港也買了很多美金債, in fact, 可能大家都知道, 一般內地公司在香港發, 其實不是發人仔債, 也不是發港幣債, 港幣太小了, 大陸發債也不需要香港發, 香港也是發美金債的, 所以同一個角度來講, 香港發的債, 其實都是euro bond來的, 因為香港本身是用港幣的, 但是因為香港的美金池, 是很大的, 香港是一個很大的美金池, 基本上你公司發幾億的美金債, 一個上就買了, 是很誇張的, 香港的吞吐量很大, 那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是很有錢的, 所以這個就是euro bond的概念, 那我就想停在這裡,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CFA的課程, 或者對BON可以講一下問一下, 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有什麼問題, 我知道同學在這個Zoom上面, 如果有就可以問一下, 都可以。